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Take a Look 我是 Yuki 今天 Yuki 要為大家介紹的 是三星最新所推出來的一款高階平板 叫做 Galaxy Top S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吧 Galaxy Top S 螢幕分為 8.4 吋和 10.5 吋 不過這次 Yuki 拿到的是 8.4 吋 來為大家做評測喔 在厚度方面僅有 6.6mm 非常的輕薄好攜帶 而且重量也只有 298 克 一點都不會造成攜帶的負擔喔 Galaxy Top S 的上方是喇叭以及麥克風 在右側的部分依序是電源鍵、音量鍵、紅外線發出口 這個紅外線發出口還可以操作家中的電視以及機上盒喔 緊接著看到的是 MicroSD 的記憶卡槽 以及 MicroSIM 卡的插槽 下方依序是麥克風以及 Micro USB 的插槽 和耳機孔以及喇叭 平板正面上方是 214 萬畫素的前鏡頭 還有光源感應器 正面沒有任何 LED 顯示燈有點可惜 不過在觸控 Tabis 的螢幕時 有時候有時不會成功 必須讓手垂直於後鍵下滑 如果挖一點或是側一點都不能辨識 Yuki 希望三星能在下一個產品當中能多多改善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背面 背面採用跟 Galaxy S5 一樣的材質 摸起來相當的平滑舒適 而且不怎麼會沾染指紋或是髒污的問題 接下來看到後面的鏡頭是 800 萬畫素 跟平板電腦及小件的 LED 輔光燈有手機的優點喔 Galaxy Tabis 搭載 Android 系統 使用的是 Exynos 5420 雙四核處理器 內建 3GB 的 RAM 以及 16GB 或是 32GB 的儲存空間 Galaxy Tabis 支援最新的 4G LTE 不但是平板 而且還具有真正電話的功能 直接像電話一樣接起來聽就可以囉 不過 Yuki 個人是不會把平板當作電話打啦 因為實在是太大了一點 而且 Tabis 內建 3GB 的 RAM 開了不少系統同時作業操作依然非常的順暢 並且使用 Super AMOLED 面板技術 有 320dpi 和 1600 乘以 2560 的解析度 讓色彩更鮮豔 畫質表現更好 是最吸引 Yuki 的地方喔 我們下載 This Pickable Me 2 還有狂野飆車 8 來玩遊戲 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遊戲的畫質非常的清新 玩起來也蠻順暢的 也不會女神卡卡喔 看影片的時候感覺影片色彩更加鮮豔 畫質更細膩 讓看影片更加享受 而且它喇叭的設計讓手持的時候立體聲更加的清楚 總結來說 Galaxy Tabis 的輕薄好攜帶幾乎讓人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再加上 Samsung Super AMOLED 的技術 讓螢幕的畫質比之前的技術更亮 色彩更加的鮮豔 不管是讓你在玩遊戲或是看影片的時候都更加的享受喔 不但如此 Tabis 還搶先一步在平板加上了指紋辨識的功能 這麼多的新突破 讓 Tabis 在高階的平板當中成為一個新亮點喔 好的 這就是今天以上的介紹 影片下方有連結 可以連結到我們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跟 Tabis 的官網 記得多多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是 Yuki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